欢迎来到P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微博年度人气剧集 孝战 王一博军上榜 杨子唯一的一部也在 过去的一年有很多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影视剧作品 最近的微博年度人气剧集的盘点中 就共有三部作品上榜 其中包括孝战和吴轩怡合作的斗罗大陆 杨子和景百然合作的女心理师 以及赵丽颖和王一博合作的尤斐 这三部剧都是热度非常高的 而且从播出之前到正式播出的时候 作品的热度都很高 大家的讨论度也非常好 斗罗大陆绝对是公认的爆款剧 这部剧一直到现在的热度还很高 而且这部剧开播之后 已经三轮上星播放了 目前这部剧的播放量已经达到了56亿 这也是很多作品都很难达到的效果 因此斗罗大陆能够登榜微博年度人气剧集 这绝对是实至名归的 作品的热度都是有目共睹的 孝战作为男主角也给这部剧贡献了很高的热度 关于唐三这个角色的讨论度也非常高 这部剧是根据小说改编 很多书粉都对这部剧的评价很高 王一博和赵丽颖主演的尤斐也是一部为波鲜火的古装剧 大家都很期待二人合作的阵容 虽然王一博出道以来的作品并不多 但是王一博的热度很高 由他主演一定能够吸引很多的观众 而这部剧的收视效果也果然没有让大家失望 赵丽颖出道之后主演了很多古装剧 包括《花千古》、《陆珍传奇》等剧都是很经典的 因此赵丽颖的古装造型一直都被大家称为是古装剧女神 二人是有一定的年龄差的 因此二人合作之后大家也有很多的顾虑 观众们会担心王一博和赵丽颖有没有CP感 而作品正式播出之后 大家都觉得很惊喜 二人在剧中的互动都很自然 演技也都很灵动 因此作品的热度一直都很高 前一段时间还有消息 趁王一博和赵丽颖将开始第二次合作 网传赵丽颖的新剧野蛮生长的男主角就是王一博 不过最后野蛮生长正式开拍 最后选定的男主角是欧豪 而如今王一博也开始进组拍摄新电影长空之王 这部剧是和飞行员相关的题材 大家也都很期待王一博挑战的全新角色和设定 除此之外 杨子和景百然合作主演的女心理师也在榜单上 这部剧也是杨子最近两年播出的第一部剧 虽然杨子这么多一直都在进组拍戏 但是之前的带播剧因为各种原因都没能如期而至 女心理师播出之后受到了大家的喜爱和支持 这部剧的题材是非常深刻的 讨论了很多关于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心理问题 杨子的演技很好 前几年杨子的热度就很高 因为相逆沉沉浸如霜和亲爱的热爱的两部剧的热播 杨子圈粉无数 接下来杨子还有多部带播剧 古装剧和现代剧都有 虽然女心理师是杨子最近几年播出的第一部剧 这部剧的收视效果和口碑都很好 期待杨子的新作品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